据《环球时报》报道 英媒披露 既对小米印度公司施加高额罚款后 印度税务部门又将罚款目光投向中期比亚迪 消息人士表示 印度税务情报局认为 比亚迪印度公司漏税900万美元 相关调查尚未结束 可能对比亚迪提出新的指控及罚单 印度对进口电动汽车税率有两类 一 整车进口是车辆价值不同 征收70%至100%不等的税费 二 进口汽车零部件并在印度完成组装 征收15%至35%税费 比亚迪被印度税务部门认为 已不满足第二类标准 需征收70%至100%税费 需补交7.3亿卢比的税费 折合人民币约6360万 目前 印度税务情报部门尚未就其向比亚迪增加税款的说法给出依据 也尚未正式下达通知 印媒还放风称 印方可能欢迎与特斯拉有供应链关系的中企在印投资 印方对中企频频无端限制 伐末情况下 其相关言论颇显空洞 印方数据显示 比亚迪2022年在印售出1960辆电动车 电动车零部件从中国转运 在比亚迪与印企合资建设的印度工厂完成组装 这一模式在印度已公布的法律中显然是用15%至35%的税率 比亚迪在进入印度市场前 熟悉印方法律条文也是基本工作 在使关税率这一根本问题上不会出现纰漏 印方却依然要以税率问题要求比亚迪额外交税 这会表明印方对其本国法律解读出现了变化 对比亚迪应收税率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 由此足以见到印度市场环境的反复无常 比亚迪去年在印售车1960辆 主要是Eto3电动SUV和E6电动汽车 借助原来与印度公司合资建设的电动巴士工厂生产 这个Eto3就是国内的比亚迪元 PlusE6则是一款纯电出租车国内已经停售 根据原计划 比亚迪还打算在今年的下半年 在印度市场推出Seal电动轿车 这个Seal纯电轿车就是国内版的比亚迪海报 比亚迪送Plus则被命名为SealU主公海外市场 印方却要其心脚罚款900万美元 这几乎等同于要没收比亚迪再印一年净利润 不过根据路透社的说法 这笔钱只是欠的 不是罚的 被查出来之后 比亚迪第一时间破财免灾把钱补上了 但是印度不愧是印度 表示补上了这事也不算完 还得继续查 而且未来还会有罚款 此前类似的情形已发生在小米身上 小米被印罚款约47亿人民币 等同于小米印度多年营业额 这也不禁让人发问 印方对中起适合态度 尤其是将供应链迁往印度 为印度制造做出颇多助力的小米公司 依然被印方缴没所得 这已足够让寻求复印发展的中起寒心 小米印度公司的经历表明 即便依印方意愿行事 印方依然会做出过河拆桥之举 印度此前抛出印度制造畅想 欢迎小米在内的中起复印投资 当下对小米关门收割 前后两目对比堪称讽刺 比亚迪在印度唯一的一个工厂 也要和小米一样 被印度政府狠狠地薅一把羊毛 莫迪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印度制造 也就是说 外国整车厂去印度建厂 不能指高组装 必须把供应链企业一起迁入印度 提高印度本土的汽车产业链能力 这个要求就跟中国引入特斯拉一样 特斯拉入驻上海 上海政府对特斯拉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 就是想借助特斯拉这条链鱼 倒逼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性升级 印度引入比亚迪也是这个想法 可比亚迪是一家走全产业链路线的公司 如果把零部件公司都迁入印度 比亚迪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 这些钱不会有其他公司帮比亚迪分担 都得比亚迪自己承担 这个风险比亚迪自然是冒不起的 印度政府对小米的罚款还历历在目呢 比亚迪不向特斯拉 特斯拉去墨西哥建厂 还可以动员中国的供应链公司 去墨西哥建分厂 这些产业链投资的钱 不需要特斯拉自己出 由各个供应商自己出 特斯拉成本压力就比较小 主要持续给下游供应链订单 就足以吸引其他零部件公司 一起去墨西哥了 可比亚迪做不到 印度也不同于墨西哥 在俄乌战争打响之前 墨西哥就是中国汽车的第一大进口国 中国的汽车品牌 在墨西哥已经打下一片江山 像奇瑞 明爵都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中国零部件公司去墨西哥 也能推动中国汽车品牌 在墨西哥的落地 以墨西哥为制造中心 出口到美国去 印度则根本不讲武德 毫无契约精神不说 还动不动就对中国公司执行巨额罚单 对比亚迪而言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从国内进口零部件到印度去组装 这就让印度极为不满 比亚迪的印度罚单也就不可避免的来了 队长只能说 幸好比亚迪的十亿美元没有砸下去 这第二工厂没有开起来 要是比亚迪的印度第二工厂真开起来了 罚款就远不止是6360万了 小米就被罚了50多个亿 OPPO Vivo都在印度吃了鞭 这个6360万罚款怎么来的呢 印度给出的理由是 对完全组装的电动汽车进口征税70%或者100% 对进口零部件征税15%或者35% 讲道理 比亚迪印度工厂只是进口零部件 在当地组装并没有进口整车 税率应该是15%或者35% 但是印度现在对比亚迪按照70%或者100%来征税 你要是质疑印度的税费政策 印度官员自己也搞不清 就一句话解释不符合低税率的要求 反正罚你就对了 比亚迪电动汽车在印度总共才卖了1960辆车 就要被罚6360万 这生意没得做 不仅不赚钱还要给印度财政倒贴 印度这么搞就是恼羞成怒了 它的本意是让比亚迪带动印度电动汽车的产业链发展 结果比亚迪都是进口零部件 只搞了一个组装厂 搞产业竞争 印度搞不过就只能耍流氓了 对于引进特斯拉 印度政府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特斯拉号召中国的供应链公司一起去印度建厂 莫迪想的是 特斯拉不是动员中国供应链公司去墨西哥建厂了吗 既然可以去墨西哥 为什么不能来印度呢 说实话 在队长看来 莫迪的这个要求 马斯克真的做不到 目前中国汽车产业出海主要集中于四大区域 一是俄罗斯 奇瑞 长城都在本地完成了建厂 二是巴西 奇瑞已经在巴西建厂 是巴西销量最高的汽车品牌 比亚迪也与巴西敲定了合作 准备在巴西建设三座汽车厂 三是欧盟 明德时代 比亚迪 中创新航 恩杰股份 一位李能等中国动力电池公司都在匈牙利建厂 因中国动力电池企业扎堆匈牙利 匈牙利一举超越韩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动电池制造中心 四是东南亚 比亚迪 上汽 长安 哪吒等都在泰国建厂 吉利则并购了马来西亚国民汽车品牌 宝腾 墨西哥则是在特斯拉的推动下 很可能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第五大制造中心 可你让特斯拉动员中国公司去印度建厂 莫迪可能不知道 印度政府在中国的商誉已经完全是臭名昭著了 没有中国供应链企业的支持 特斯拉印度工厂根本就没法落地 按印度这种搞法 就是杀敌800 自损1000 不过 印度也不着急 燃油车的生命力依然强大 新能源汽车落后 印度也没那么在乎 印度的基础设施太差 连路都还没修好 充电桩就更加难以普及了 没有足够完善的基础设施 电动汽车在印度也没有成长的土壤 印度无非就是继续拥抱传统的日系 合资燃油车 固守既得利益罢了 可燃油车 印度做的也不好啊 宁愿把这合资的蛋糕分给日本 也不愿意分给中国 印度头顶跨国集团的坟场的名号 真乃名不虚传 中国外交部此前也多次奉劝印方称 因为中企营造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目前看 印方并未能听进去 此次比亚迪在被印方敲竹杠 如英媒披露属时 则在给中企及各国外企敲响警钟 据路透社消息 比亚迪终于决定取消赴印度的 10亿美金建厂计划跟这个外企坟场说拜拜 然而之前端着架子要审查比亚迪投资计划的印度 却慌了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声明 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开放态度 愿意与中国企业做生意 这个声明或许为时已晚 就像人民日报评论的那样 营商环境才是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只有自觉优化营商环境才能迎来更多优质企业 如果不改变自身的恶劣环境 等待印度的只有更多跑路的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表明上首席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